隔壁平大叔看遍泰国好宅 有一段时间没有为大家介绍泰国的土地了 没有关系 今天呢 大叔一次性的为大家拍个go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青迈Lotsky的土地 整个土地的项目呢 一共是有六块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叔身后的这个画面 怎么样 非常的治愈 青山绿水 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它的后面呢就是整个的连边的山脉 今天呢因为是要介绍的土地呢 地块大概是有六块 所以说它的数据比较多哈 一会儿大叔来一一为大家来介绍 首先我们这个位置呢 距离我们整个青迈的古城呢 大概是在25分钟左右 距离我们青迈最大的生探飞购物中心呢 只需要20分钟哈 周围的环境我们能够看到非常的幽静 而且我们右边是美光水库 左边呢就是我们连边的青山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很矛盾哈 就又想在一块区域呢 很繁华 又想在一块区域很安静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我觉得只要离古城在三十分钟以内 其实都是OK的哈 长话短说 现在呢跟大叔一起来看看 这六块土地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们这块区域呢 很多的泰国人呢 他们现在正在打造整个这一块区域呢 为度假村 我们能够看到因为环境还优美 所以说住度假村也好 做咖啡店也好 或者是农场也好 其实这几块地啊都非常的合适 第一块地呢 我们是有四个ride 那么四个ride呢 它是从公路到中间 这一段距离 它的售价呢是1100万台铢 也就是说一个ride呢 大概是在180万左右哈 说实话大叔拍遍泰国 真的是青麦的土地是最便宜的 180万什么概念哈 在普吉岛 你根本是买不到这个价格 起码是要在三倍到四倍 才有可能买到很一般的地 但是在青麦你可以买到 优美的环境和后面对吧 有风景的这种地块 第二块地呢 是在第一块地的上面 它的视野呢 是可以看到后面的山景和湖光景色 这块地呢 它是一共是六个ride 要大一些啊 那么它的售价呢 是1657万台铢 我们一起往上走呢 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湖哈 第三块地呢 就是我所在的这块地的前面 但是呢 这块地已经卖掉了 第四块地呢 就是我这棵树的后面 那么这一块地呢 一共是有三个ride 一共是907万台铢 也就是说 这块地 如果是你想建一个自己的大别墅 或者是跟几个朋友 想建个三四套 对吧 这样的一个别墅的话 那三个ride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啊 是最合适的 在这一棵大树下面 两边两栋别墅中间呢 建一个超大的泳池 其实非常不错的 或者是建个四合院 也是非常惬意的 对吧 这一块地的后面是什么景色呢 跟大树一起到后面来看一下 今天的日期呢 是2023年的2月中旬 其实2月份的一个清迈的一个环境呢 它是属于旱景 那也是它的冬天 那么在这里呢 很多的一些杂草呢都枯萎了哈 但是我相信到了4月份 泼水节以后啊 这边的草坪会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后面是什么景色啊 后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山景 那我们的下面呢 这里是有一条路的 我们后面这一条是有一个6米的公路 那这条公路过来以后呢 我们下去这边是有湖光景色 这个湖的长度呢 我估计还是有个四五百米了 它从整个这颗地块往后看 又能看山景 又能看湖光景色 所以还是非常棒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块地 第五块地呢 同样从这个栅栏的后面的前面 就是我们的第五块地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在这边的界线的话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桩子为代表 其实每一块地上面都有几棵这样的大树啊 还是非常棒的 就平地的时候没有把树全面砍掉 留了一些还是比较大的一些树木 这一块地呢 第五块地 它是挨着公路的 因为第五块地 它的后面没有路了 它必须是一整块的拿下来 相对比较大 这一块地呢 大概是有五个Ride 它的卖价呢 是1453万泰铢 其实均价基本上都是在180万泰铢 一个Ride左右了 当然呢 大叔可以为大家小到一把 这都不是问题 泰国的土地有一个特质的就是 它的土地越大 价格就越便宜 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 它有一个边界线 就这里打了庄的边界线 这里会做一个围墙 当然你不想做围墙 想这里做一个镂空的东西 能够看到景色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地方呢 只是给你的一个边界线 和它的一个夯土的一个护城的一个地方 OK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这五块地的一个情况 首先它的风景呢 还是非常的秀美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距离市区呢 并不是特别的遥远 还算是能接受哈 二十多分钟就能够到达古城 最重要的就是呢 这边的土地呢 其实它的面积呢 有大有小 如果你想做农场 如果你想做度假村 想大或者想小 都是非常容易去调整的 那这个就是非常棒的地方 第三个呢 就是它后面是一个大的水库 如果你像做疗养院 或者是想去水库那边散散步 从这里开车 大概五分钟就能到达 因为大叔之前上去转过 那边呢 水库的面积特别大 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块地方呢 适合做做那种 就是像泰国人 就是做咖啡店 做农场和做度假村 那么今天呢 大叔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青麦的五块土地 如果大家对青麦的土地 还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大叔 其实大叔还有好多的地和房子 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展现给大家 毕竟时间有限哈 好多朋友来了以后 大叔还得亲自带着大家去转 那如果你喜欢大叔频道呢 可以关书大叔 后面呢 陆陆续续 大叔会放上新的一些信息给大家 今天呢 大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跟着平大叔 看片太过豪宅 好多朋友 感谢观看